阿娘玩隆登去了快点快点 来了 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贵州农村版的玩隆登啊走 我们贵州这边每年玩隆登呢 大概都是过完年 就是过完年15左右啊 就是村里面自己玩 每家每户都会去 我呢是回老家这边 我现在已经到老家了啊 我们隆登队伍呢 已经在开始准备出花了 但是在山脚下 我们现在是在山上 我们现在已经到 我们现在已经回老家来了 刚好在这个路灯下面 天都黑了 你们听声音 我们赶紧回家准备走 我们现在要跑回家赶紧去准备了 准备鞭炮啊点蜡烛啊这些 你们看我爸爸都把蜡烛给点上了 嗯还要准备好像还要准备一些水果瓜子呀 其实我也不会我也不懂哈 啊每年都是我爸妈他们操办的 我住的那边的河边也玩隆登 但是我不会操办 所以我就没有接 嗯在老家这边呢 啊有我爸爸操办 我今天也跟着来跟着来学一下吧 记得小时候呃在城里面玩隆登的时候 我们小孩小朋友就喜欢出来看出来跟着 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隆登这个民族节目啊 好了我们接登的准备已经做好了 等一下就等灯来了啊 记得小时候我们村有玩隆登的时候啊 我弟弟就喜欢跟在那个隆登的队伍后面 我是女孩子啊 妈妈都不让我去 我弟弟说跟在队伍后面 主要是想去吃点好吃的东西 好吃点水果啊 以前那个年代 呃很少有好吃的嘛 跟在楼登的后面有好处也有坏处啊 就是可能会有人放炮 会扎到你的耳朵 扎到你的头 扎到你的手 像男孩子啊 是经常遇到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 我们现在准备这个炮啊 呃这个炮呢是隆登来 走了之后我们就放的是什么寓意呢 我也不太懂 好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 有橘子苹果瓜子花生 呃如果条件好一点的话 还可以准备钱 还有呢就是说 等无隆登的人来的时候 就是说说词啊 就说念那个词啊 念的比较好 说的比较好啊 也可以给钱 嗯有条件的都可以这样子啊 嗯遇到那种能说会到的吧 要也要花好一些钱啊 几千块钱啊几百块钱啊都有的 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 哇你们看准备出发了 龙登要准备出发了啊 呃他现在放炮的意思呢就是说准备出灯了 就是要出灯的意思 我们现在就在家等着那个灯到来就行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农村有很多事情啊 像这方面女孩子不能做 我也不太懂 所以我还是不参与比较好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龙登兰 那边有人放炮了 应该是准备接灯了 你们看灯来了 你们听到这种声音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 是不是有小时候的味道 那这个视频我就不配背景音乐了吧 我们就听原声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等那个灯走过来就可以了 他们现在队伍在慢慢的走过来 这种场景我也是小时候看到过 长大来后就很少看到了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打工嘛 呃这个龙登的队伍都是要敲锣打鼓的 是吧 我好像就听到敲锣没听到打鼓 我是不是不用打鼓的我也不太懂 呃这个龙登的队伍是先去我哥家 先去我们下面的我哥家 呃等一会再来我家 这个玩龙登应该有一个规矩 不能走回头路 这个你们有没有 你们看看哎 你们发现没有 他们的队伍都是戴着安全帽的 这样的话那个炮就不会砸到耳朵了 还穿有这个呃这个衣服 反光的衣服 我们这边玩龙登的队伍啊都是自己村里面的 然后费用啊也都是大家平摊的 队伍人还是挺多的 嘿嘿你们看有两个尾巴掉对了 他们现在要去我哥家的堂屋转一圈 然后还要练那个什么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等一下你们自己听啊 意思呢就是要进堂屋里面去 就是说一些吉祥语吧 我不懂 等一下就会上到我家来了 这个哥家已经结束了 再去我的另外一个哥家 现在这个玩龙登的队伍还要去我另外一个哥家 完了下一家就是到我们家来了 嗯现在玩龙登不像我们小时候了 小时候就是这样玩 经常有耳朵被炸到啊 是很正常的 现在你们看都戴着安全帽 还有穿着这个反光的衣服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安全吗 现在他们要进我堂 进我哥家的堂屋去了 他们进堂屋说了这个话 我也听不懂啊 不知道粉丝有没有听懂的 如果是我们贵州农村长大的 应该能听懂吧 我不太懂这个我就不知道 应该就是吉祥语吧 肯定是吉祥语我猜的 因为这会太远 有点听不太清楚 等一下来我家的时候 你们仔细听啊 现在已经完了 准备出发了 准备出发来我家了 来我家了 下家就是我家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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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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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